国王的新衣 有一个国王非常爱穿新衣服 他认为只有美丽的新衣才能衬托出他的高贵 两个骗子谎称他们会缝制漂亮 而且聪明人才看得见的神奇衣服 国王听了立刻请他们制作新衣 这两个骗子每天假装忙着做衣服 真漂亮 大臣怕被当成傻瓜 也假装看得见衣服 最后两个骗子假装帮国王穿上新衣 国王以为自己真的穿了衣服 得意地走出王宫游行 修修咧 国王没穿衣服 一个孩子大笑说 国王终于明白自己受骗 红着脸跑回王宫去了 小朋友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啦 故事里面的大臣们 因为怕被别人当傻瓜 虽然对于自己所看到的抱持着怀疑 但也无法勇敢说出事实 所以假装看得见衣服 不敢向国王说出真相 选择欺骗国王也欺骗自己 这种睁眼说瞎话的事情 在生活上是很常见的 小朋友们 如果是你们 会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 勇敢地说出真相呢 别忘了订阅富德超人的YouTube 和到富德超人粉丝页按赞哦 我们下次见